文 弱势 以优质报导带您迅速纵观全局 是您最信赖的新闻台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尽在86台 MOD508台 您好 我是证券公司林小姐 邀请您加入标股粉丝社团 让财富增值 您加入我的LINE ID了吗 注意 这是假投资真诈骗陷阱 诈骗集团透过电话 简讯 手机通讯软体等管道 宣称短时间让你赚大钱 诱导民众加入投资讨论群组 千万别上当 提醒您 投资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不加陌生群组 不用保证获利APP或投资平台 吉保结算所关心您 阿公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大包小包的啦 因为中秋节要到了 我买了好多的月饼要跟大家一起吃 买了什么 阿公看一看 阿公 你看 我买了附景树真心流星月饼 支出黑芝麻蛋黄酥 还有奇花饼加双黄白莲蓉礼盒 老雪花摘的雪花月饼 和宝全小月饼 台市啊 广市啊 各种名店都有哦 不管是要拜拜 送人 还是要留着自己吃都可以 哎呦 不会这么多哦 那我一定要拿去给 做米头喂乒乓一下哦 中秋送好饼就到好物市集 我播02-2362-1968 以往在豪宅才有的建筑设计 与建材规格 您也可以在品家建设的建案中看到 品家建设已超越法规的建筑设计 A级的建材 搭造每一栋房子 我们不追求暴力 只为给消费者最好的生活品质 用清明的价格轻松买到豪宅规格 品家建设是首购族幻屋族的最佳选择 良心品家 祝您成家 爱习族的佛系收习神器来了 群艺优化收益成长多重资产 一网打进成长股 收益债另类资产 基金月月配 创造强势现金流 群艺优化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 投资正循环 9月14日强力募集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华为再一次放表了新的Mate系列手机 Mate60 Pro 黑科技 可以用手机直接打卫星电话 不是用传文字的 是直接通话的 这个当然就厉害了 另外就是突破美国的软硬体 重重封锁 居然用7奈米的制程 做出5G的晶片 这个真的厉害 当然这个代工是中芯国际代工 中芯的N加2的工艺 代工出来的7奈米的5奈米 5G的晶片 中芯国际股价 今天在港股大涨了11% 股价来到21.85港币一股 涨了2.15元 今年以来中芯国际的股价 是涨幅将近30% 今天一涨涨了11% 所以从本来上周五的涨幅20% 变成今年以来涨了30% 算是在这一次消息面下面 大赢家那另外华为也露脸了 华为昨天傍晚的6点08分 线上线下全面开卖 据说线上商城了一分钟 全部被抢光 然后这个实体店面 外面排了一大堆人 准备去领手机 这个突破封锁 确实是不容易的件事情 不过呢 毕竟他没有办法真正做到 所谓5奈米的工艺 因为你没有极止外光的机台 你没有这个EUV 但是他用这个DUV做到重复曝光 可以达到这个5G的跑速 这也是不容易 这我们现场来到的是 台湾基隆培训协会的 林昌星理事长 昌星你好 男嘉哥好 大家晚安 大家都在讨论他的5G晶片 来来 结果是Made in China 不用讨论了 我想也是Made in China 因为我记得前两天 有人问你文心言说 这个华为的这个芯片是谁做的 然后文心言还答说是台积电 那怎么可能 台积电库存早就用完了 对 那不可能是台积电啊 只是说今天被曝光说 这个是中芯国际半导体的时候 其实哇 那中芯国际半导体就大涨 我认为呢 这会是所谓的护港股 因为大家要特别留有 其实护港股是芯片股 最多的是在科创板 那科创板呢 其实今年度 其实第三季很弱 那这边有可能作为这个短线的破底翻 那这个就有可能翻过来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芯片 或说中国的市场会不会这么差 我说老实话 我这两天在看所有的报道 都讲到中国快沉默了 中国快挂了 可是 从上个礼拜开始 中国的股市却是开始往上拉 我觉得这个反倒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短线中国的机会 港股今天涨了2.5% 涨不少 恒生指数涨了462点 涨幅达到2.5% 来到18,844点 那港股其实还是相对在非常低的位置 18,800多点 他连2万点都不到 更不要讲以前港股高位都是在3万点以上 所以港股还是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 另外入股呢 受到华为这个消息的刺激 当然还有其他的所谓 我看到最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认房不认贷 认房不认贷 住房政策 住房政策 这个认房不认贷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据说可以让他们多贷很多钱去买房子 对不对 对也就是说认房不认贷 就是说你基本上你有房子 你才贷 结果你的房子 他应该是说你的房子你还没高充 你这条你就能让你 不要讲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对于烂尾楼的一个解套 那对于这样的话其实广大的投资民众才会有信心 不然其实在中国如果最近大家去搜寻 其实网络上有一个这个影片串纪录片 就是中国的烂尾楼真的太多 所以不是只是恒大跟碧桂圆 是老百姓们买了房子全部都怎么样套牢 而且贷款要继续缴 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今天的地产股就大涨 所以大家发觉中国这次我认为 一定要救这个市场 为什么 因为他从降息降准开始 那接下来呢 推出住房政策的改善 所以呢 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周末 这个中国的一些新房 哎卖的还不错 那这个后续有没有力道往上 我认为还要来不够关注 好 那但中国大陆是这样的 他那些烂尾楼啊 或者说什么鬼城鬼镇啊 讲白话的你炸掉就好了 对 或者是说 这是任劣呆账 这基本上就炸掉 炸掉之后再重建 这个又又创造一次GDP 这个认房不认贷是最新的 相关的规定 据说所有大城市开始全面要实施 这个所谓这个居民家庭 就包括借款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包括连未成年子女都算了 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 家庭成员在相关城市下面没有成套住房的 就是说你你这个成员 比如说你配偶 你名下没有房子的 不论是不是已经利用贷款买过住房了 那银行业的金融机构都按手套住房执行 这个房屋的贷款政策 也就是说呢 你假设说你今天名下没有 都算首购了 你名下没有 你过去有没有关系 你卖掉了 你还是算首购 但是首购 就只要付35%到40%的首购 过去的首购要60%到80% 首购 对打房的时候是这样 80%首购 几乎是全款的 他们几乎要全款的 所以这个就等于说 你可以在首购上面呢 这个借到很多钱 而且利率又低 他现在一边降利率 然后一边提高你的什么 提高你的融资额 那这样的话 当然对于一个新城屋的市场 就有什么 就有激励效果 所以现在房地产股票就涨了 好房地产涨 整个入股也涨 入股上证值呢 是涨了1.4% 深层涨了也是1.4% 但没有港股涨得多 港股呢涨了2.5% 因为港府也在研究 要刺激股市嘛 上个礼拜的消息 说港府各部会 开始研究说 我们到底怎么样 把这个港股拉上来 因为真的也得得太惨 其实港股就这样 两个 第一个地产的方面 跟中国联动 第二个就金融 那金融相关的 我想搞不好也是来降税 那像中国就是降税 降硬化税之后就有反应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的中国跟香港市场 说真的啦 听起来你看新闻都是危险重重 可是看到以中国的态度来说 它现在是非就不可 而且是多重力道的救世 好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原物料股就有机会了吗 对 我觉得有 因为现在会变作 大家如果 其实在台湾 我们都不太会去观察 这些所谓原物料股的价格 大家可以看这些铁矿砂的价格 基本上 悄悄的已经 创高 创今年的高了 所以 铁矿砂创今年的新高 创新年高了 那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说 中国现在这边 有类似这种 所谓的补库存的效益 我觉得有大家 我会跟大家讲 下半年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重点 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不要去追AI 或追这些电子股 也许呢 明年的上半年 经济的复苏一来 那现在呢 目前呢 就是怎么样 东西很便宜 那厂商要变成怎么样 要去主动的去补库存 库存一补了 明年才能出嘛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这些 商品油烟料价格 不会暴涨 可是他也跌不下去 那就真的是缓步电高 所以我觉得 其实观察 国内市场 比如说像在台湾 那今年我们看到第三季 可能这些所谓的 中钢中红 那么的盘价呢 也可能会持续往上开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过去 大家看到钢铁 好像很差 可是近期来讲 钢铁的价格 我觉得也 悄悄的爬上来的 也可以当家 当做一个低基期 去做一个布局的重点 中钢股价真的算低 真的算很低 真的很便宜 26块 大家如果看一下中钢 中钢的股价 真的是跌到 跌到没人要 如果你手上有中钢的话 你大概对他 也没信心了吧 对不对 但我觉得股票市场 就是这样 往往就是当你 对一档股票没有信心 反而他就是慢慢在阻底 尤其是 整个市场没信心的时候 他开始在阻底了 对不对 你看钢铁股 真的是今年相对疲弱 跌不疼 两百 今天涨1.3% 中钢也不过股价27.05 还在很低 终于爬上27块 对不对 他的波段点是从29.55跌下来 差不多7月底的时候 在29.55 那时候除息 对不对 除息之后又破底 除息一路跌到26.15 是一路贴席 对一路贴席 大贴席 那你觉得中钢是切入点吗 这个今年从32块3 今年的高点 1月的时候32块3 一路跌到26块半 我倒不会看中钢 因为我觉得中钢是一个指标 你不看中钢 我不看中钢 比如说我们看这种所谓的 包含大成钢 钛钢出完期之后往上涨 或是东河钢铁 东河钢铁来创高 那其实他们背后都有一些相关的因素 或者是说我们说今天比较有消息的 是星光钢 那星光钢可能就是有这种所谓的 星光钢涨4%不错 对 他因为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子公司 那基本上有这个所谓的风电的概念 所以说也往上拉 所以我觉得中钢是一个指标 但是你操作上可能要有不同的题材 你要是只有钢铁的题材的话 我认为相对来说 他要直接翻两个也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他是最上游 做这个冷热压的 你说这个东西要赚多少钱 最近虽然铁光砂谷的价格在创高 但是他基本上中钢还是处在盈亏两平的附近 除非说钢价能够大幅的调涨 不过我提醒 长龙钢就不错 龙钢股价就很强 对很强 然后我们讲到东河钢铁也是很强 那他也是报价往上 他比如说东河钢铁也说 H型钢做建筑的也是报价往上拉 又买一些特殊的钢铁 对买一些特殊钢铁 那长龙钢啊 这类是有做一些合金特殊钢材的 我觉得有这些特殊利基的话 也许也是有机会 那另外一个类股也是挺弱 就是树化股 对不对 这个跟大陆的经济有关 像南亚对不对 南亚股价一路从80跌到65 最近差不多慢慢拉到68 但是还非常疲弱 台数四宝股价都非常疲弱 是所以我觉得台数四宝 同样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要操作台数四宝 我认为你现在去买它 其实也不会直接涨 因为它只有一个概念叫做便宜 所以说其实这些说话股 我觉得要用不同的角度点来切入它 好可能也是要买二线的 对要买二线 那等一下来谈一下二线的 今天其实华夏一些股票表现还不错 好休息一下 ETF可以同时有高股市 你说这种二线的 它会是一个波段行情吗 还是只是一天短线拉一拉这样子 就要跑了 就做短还是做波段 我希望做波段 可是要整个原物料能够起来了 对 但是今天二线确实是比较有 对 可是上一波前两个礼拜它也是拉一段就没了 对啊 8月7月底8月初嘛 对那边拉过一段 拉一段又下来 现在又拉第二段 感觉起来就是有一点那种 中波段 对看能不能做反复逐底 我觉得是这样 那基齐相对低啦 你看华夏从事50 将近50块跌到20几块 就是做很便宜 去年50几块 去年48 所以套了很多 我都套很多人 大家现在都不看了 这种数化股要跌起来真是跌死人 对 你看一波段可以从48杀到19块 对啊 很紧张 杀死人 对啊 那其实剩三层嘛 对啊 你说台聚雅聚 我也是看有台聚雅聚 在EVA的报价又上来 可是他们也是跌一大段 50几跌到20几 同样都一样 纺织股有机会吗 纺织股我觉得有 棉花也是价格创高 那纺织股其实是这一波里面 动最快的 所以说其实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先看 比如说我们看巨洋 巨洋就指标嘛 巨洋已经重新高了 巨洋其实就很强 巨洋 巨洋比卢宏强啊 对 巨洋强很多 巨洋做日本线的 那个UNICRO比较好啊 像美国那些GAP那些 美国的 美国什么Nike都不好啊 Nike他们都不好 所以Lululemon也相对比较不好嘛 那做做那个UNICRO 这边的会比较好 对 好了那我们要回现场 我先签了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好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台湾金融培训协会 林昌英理事长 你绝对想不到有当股票 在上周五美股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不是今年新高 不是波段新高 历史新高 就是Dale Dale Dale一天股价可以涨21% 21% 涨到68.19美元 历史新高 今年Dale股价涨67% 感觉起来PC 在AI加持之下 开始已经在复苏了 这个应该蛮明显 就是说整个PC产业 开始在复苏 对 那这个从Dale股价大涨 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好那刚刚昌星讲说 这个钢铁股 要看二线 那石化股 其实今天二线也蛮强的 比如说华夏 华夏涨4% 你可能都不会想到 去买华夏这样的股票 但它涨了快半根涨停板 那三方涨3%多 廉层涨3% 台锯涨2% 中石化都涨了1.6% 所以不是只有今天涨台数四宝 那这些二线涨更多 但是你讲说这二线的 真的跌也跌死人 比如说你讲华夏 华夏收盘收25.45% 涨了4.7% 那华夏去年 去年股价在哪 前年的股价 我们要看最高点前年 47.95 47.95 47.95 他一路可以杀到破20 杀到去年10月破20 摇斩在摇斩 太恐怖了 47.95 就是2021年 差不多在10月的时候 一路杀到 但这个是因为整个股市大跌 跟着跌了 他是乌尔战争的时候 然后原物料一起暴涨 那股市跌的时候 跟着一起操水退去 那跌到这个19块见底 然后现在目前股价在25块 其实机器也很低了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有位 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说 分享的标题很安全 安全到不太会痛 其实不是这样说 我觉得是这样 不要在意 我说老实话 我现在喜欢选这个股 因为现在如果去选高基期的 我说老实话 每天涨跌 我觉得不舒服 可是这种低基期的股 我买了 我不曉得什么时候会动 但是我认为相对的 这些原物料比较安全 所以呢我也提醒大家 包含钢铁 还有这个二线塑化 甚至于纺织 这类股票呢 说老实话呢 说现在 其实它的基期都相对低 但是原物料 你看有没有行情 我说老实话 台湾的投资朋友 都不去看原物料的价格 原油创高不说嘛 铁矿石也创高 这些EVA PPC的价格都创高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原料概念 只要大家发现的话 接下来也许呢 就有慢慢的机会 把它垫高 虽然不会很刺激啦 但是我觉得比较安全 但餐厅有没有想到一个潜在利空 是 对岸不是给我们 采取了那个贸易壁垒调查吗 是 说这个最晚期限 就是总统大人前一天嘛 对 要公告嘛 对 说这是要取消ECFA的暖身动作 那如果一旦把ECFA的早收清单 这个全部给它取消的话 那这些石化啦 然后钢铁啦 水泥啦 这些会不会受影响啊 我觉得也许会 也许会 所以说这个就 这就一个潜在变数啦 是 可是我觉得喔 比如说反过来说啦 那对于钢铁的潜在利多 也许就是重建题材嘛 哈哈哈哈 重建题材 对啊 比如说乌二战争啦 对啊 对乌二题材 或是说我们说钢铁喔 我说老实话就说 除了美国之外 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 美国的住房喔 其实新屋也都卖得不错啦 所以我觉得喔 其实当然了利多利空都有喔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它能不能成为一个主流 甚至于说开始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喔 其实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其实不是说你一定是 完全这时候买原物料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我看好的题材 就是补库存的题材 你说电子的这些原物料 也算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补库存的概念 我觉得比起你现在去追 一些相对高档的 那这时候呢 包含这些库存 比较低的水位的 这些概念股 我认为的都是 我现在想要去过观察的 好 那你除此之外 还想观察什么呢 比如说近期 近期看到记忆体 那记忆体 他就是变成说我补库存 但是啊 因为机器比较低 开始往上拉了 但是又搭上了AI的题材 所以这个就变成他动的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 其实包含上礼拜的群演也在拉 所以我觉得 其实整个AI的DDR5的模组 如果跟跟这个AI有相关的 那可能他动就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今年的下半年 尤其我们刚才看到 华为的事件开始 包含Dale 刚才来到Dale 我认为的其实 接下来大家想 就是说什么东西 会率先复苏 假设是PC复苏 那可能会跟着AI 假设电动车复苏 那电动车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 上游的这些零组件 我觉得其实 今年度 涨的一开始 就是以AI 横空出世 可是接下来回归到 所有的产面面的话 我觉得雨入均瞻的话 如果经济 没有大幅衰退的话 也许这边应该都是机会 那大盘方向怎么看 谢谢UJ的Dale 好 刚才前面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4点20分 听软达的时候 有谢谢风大大的Dale 大盘方向怎么看 感觉起来 像今天也没亮 对不对 没亮感觉起来 涨涨的虚虚的味道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盘的关键点 其实还是在于说 电子股尤其是 我们看到的这些AI概念股 都是电子股 还有台积电的走势 所以这个盘面 就老实说了 如果没有亮 我觉得就会横着走 所以这边你 应该做法是不要追 有拉回 或是有利空的时候去买 相对的比较安全 尤其现在的很多的AI股 你不要看他不会涨 他是开低就容易走高 可是开高就容易往下跌 所以我觉得这边去捞体 这个跟 跟当充的人很有关系 对 现在当充占比 我看了一下资料42% 所以其实当充占比很高 所以大家记住 当充占比比高 你看到利好去高开的时候 拜托千万不要去追 利空的时候再低档 你去试试看真的机会比较大 哎呀 讲实在 当充除了那些什么 胡伟邦什么邦的那些 真正很厉害的那些大咖 大部分一般小咖当充都是当韭菜的啦 对 完全充心酸的啦 你说这当充一般小咖能赚什么钱 大部分都被那些胡伟邦那些人赚走啊 对 而且其实上半年的统计好像是当充 我记得了台湾的当充客总共输掉 将近快100亿啦 就当充光当充 去年输更惨了 对对 所以 所以都输给证交税 对 证交税 手续费 基本上你又要强迫被出 今年度最惨的很多都是什么 被嘎空 然后你还不出券 然后你要去借券 我听说还有借什么20几%的 所以我 我觉得这边的盘面 就是逢低买啦 那拉高出 那短线 我认为没有方向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 当充每一只充一只赔 还是乐此不疲 因为没有本 而且 说实在我问过很多朋友当充 他就上瘾了 每天打开股票 他就一定要充嘛 也没有一定就是想 会想要想 会觉得想要拆下一步 手在痒 手学会痒 对 所以如果放台风架 对他来说搞不好 比较 开盘一定要充嘛 放台风架 他还是可以下单吧 国内就没办法充了嘛 对啊 台湾就没有办法充了嘛 对不对 好吧 像今天这个盘 充越多其实也不会比较赚 今天这个盘就很 很温吞 根本不会动 今天这个盘也不好充 对 因为你看到早盘一些 尾盘变强势的股票 早盘都很弱 对而且压压压压到 可能过了12点 或者1点之后才开始拉 对 你早盘你先去卖 你尾盘要高高补 你又赔钱 对又赔钱 当冲 我倒觉得刚刚苍蝇讲 没有错 你要赶人力的方向去做 对 比如说这些AI股开大低 你敢买 对 然后冲上去 你要懂得卖 对 那如果说他开得很高 拉上去 对 然后你要敢卖 对 然后下来敢 对 尤其现在如果力多开高 我认为都是出货盘 大家很小心 真的 这个就是大户在杀散户的一个 这个 这种盘 他就跟你逆的做 你怎么杀赢他 筹码都空在他手上 对 比如说今天技嘉跌 对不对 伪创广达拉 讲白话脸 搞不好明天技嘉就涨 就反过来 对啊 反过来就伪创广达跌 是不是就变这样子 对不对 他就是筹码丢来丢去 你赢不了他的 中华民国政府已经给你收那么多税 你还当初还去缴那么多这个证交税 我真的不晓得当初你在想什么 如果你真的当初有赚 然后来给我们加一 告诉我你去年 应该还是有 有啦 不过少数 我不能讲说大家都没赚 对 我还是认识很厉害的朋友是赚钱的 不过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打拼就很厉害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长线要赚钱 好的ETF好的共同基金定时定额 对 像我那个台股那个台股共同基金 40% 50% 今年到现在有赚40% 50% 我想说股票都没有赚那么多了 对 定时定额赚40% 50% 真笑 但是蒋三你说不做股票吗 手也会痒 对 所以呢 所以说实在 如果大家能够了解 你要跑赢大盘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 有时候大盘比我们好 那我们就跟着大盘走 除非大盘难做 我们就自己做 对 好 那讲白了就股票是一个乐趣 对不对 我们当然 你说每天那边定时定额 定到最后你把痴呆 也是很无聊 你变老人痴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配比要配好了 对 也不要当充赌博上 因为我真的太多的朋友 真的是上瘾了 对 对 因为你投资最终目标还是要赚钱 对 可是你一进去的话 你就输了手续费又收了税 那你 你其实赢的 你今天又要出 那你赚钱的概率就很少了 没错 果然是这个 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 这个备辅志愿跟大家讲一下 有太多的经验 还有身边太多的朋友了 太多朋友 我们也看过太多惨剧了 对不对 好 那投资就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 是 就不要冲到最后 这个输了一切 今天非常谢谢苍兴 等一下下一段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财经相关消息 要告诉各位 谢谢苍兴 谢谢我们休息一下